收了一定很開心嘛 說哇 你怎麼知道我屬豬 啊 我不但知道你屬豬 我還知道你屬於我耶 哇 你住哪裡啊 住在我心裡啊 大家好 我是未練神神玉琳 在這裡呢 先跟大家拜個早年啊 祝大家 鼠年行大運 人世間最有禮貌的鼠是什麼呢 喜歡叫人家坐下的鼠 叫做 過年要來啦 過年來的呢就是要送禮 你有過年送禮選擇的困難嗎 沒錯 過年送禮真的是讓人很頭痛 究竟有什麼禁忌 有請荒謬大師沈玉琳解惑 你也不能送蠟燭啊 很多年輕人 交換你又喜歡那個香氛蠟燭 香氛蠟燭很時尚 但是你送給長輩看看 尤其很多香氛蠟燭還是白色的 那長輩看了喔 悲從中來 那長輩呢 他們對於生死這件事情呢 看得非常重 所以呢 不要亂開這種事情的玩笑 後輩喔 後輩送過我扯的東西很多 比方說一打開 那你給我這個幹嘛 對不對 像我這樣的人 平常靠 抽涼燕在壓 我還需要輔助道具嗎 那那個情緒用品 你覺得還是爆料的嗎 沒有啦 後來也想說 既然人家送的媽 所以你們沒有發現 所以你們沒有發現 如果老婆出門都吹口哨 開玩笑的吧 其實他跟老婆的第一次 抽產略的 我是說第一次帶老婆回南家的送禮經驗 一到他家門口 打開心理箱 替那個兒子 啊 月母啊 特別為你精心準備的 薑母鴨罐頭 全場就是會 然後就聊天聊天 聊到晚上要吃了 月母就說 他就把你那個薑母鴨拿來煮啊 第一罐打開 大家去很開心 第二罐 那個一打開 因為在一個月前呢 我就已經 把那一罐 開來吃過了 所以精明過年 你要怎麼洗刷五點 喜歡喝酒的 不喜歡喝酒的 通通都送酒就對了 我會講喔 長輩如果看到這個 不感動到眼淚噴出來 那就不叫長輩了 大家看到這個瓶身上面 這個是媽祖的聖像 這個媽祖呢 是來自這個大甲正蘭宮 翡翠媽祖 這個就是他的聖像呢 我們把它雕刻在上面 而且每一瓶酒 都是軟過腳的 軟過腳的 所以他是祈福 保平安 而且每一瓶酒都附贈什麼 我們這個 這個是什麼 LED 光如果比較 暗的時候呢 擺著 這個瓶身本身 媽祖的聖像 這個是會 這個發亮的 放在家裡面呢 我相信應該捨不得喝啦 當做裝飾品呢 我是覺得非常好 這個叫做大甲媽 光明祈福 金門高粱酒 我已經決定了 今年的就是送這個啦 如果要把杯的話 好 還真是一夜行對這樣 對 還分這麼細就對了 把杯之前呢 先做一個基本的功課 先知道他幾歲 我們這邊呢 兩款 一個是屬年的紀念酒 一個是豬年的紀念酒 豬的話呢 算一算呢 如果既然叫做妹啦 因為我們不是說送給他上 如果是妹的話呢 屬豬的話 今年就是25歲 你就送他這個小福豬 我們這個特幽紀念酒 我一定很開心嘛 說哇 你怎麼知道我屬豬 我不但知道你屬豬 我還知道你屬於我 哇 你住哪裡啊 你住在我心裡啊 哈哈 大家看這個上面的圖案 非常的可愛 一般女生呢 看到這個圖案呢 就會非常的開心 當做一個 至於剛剛講一夜行 一夜行 一定要在最快的狀況之下呢 進入狀態 讓他迅速進入狀況 我個人比較推薦 不行這一瓶 這個 可以 開春 因為那件事情 一夜行跟春有關 那不只 開春 那個甚至叫做發春 對 開春富裕 這個諧音 富裕 大家都懂富裕 是什麼意思 長官既然會叫做長官 他就一直想要升官嘛 所以他拿到這個呢 他會覺得說 哇 運勢大開 前途一片美好 爸爸媽媽 岳父岳母 來這個送給你 哇 上面還有花喔 對啊 這就是喔 我要賺錢給你花啦 啊 上一半啦 整個氣氛就起來了嘛 而且 這麼好喝的酒 58度 進門高粱 這個味道 相信呢 不用我在這邊多廢話了 地表上 沒有人會說進門高粱難喝 只有 很好喝跟非常好喝 這樣的分別而已 好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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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